歡迎光臨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新聞背後的真相 日本AZ疫苗來了 在今天下午2點到了 這是陶太郎的報恩嗎 據說有多少要給我們多少 那我們的疫苗荒有解了嗎 特別是紓困4.0也來了 那我們餓死也有救了嗎 當然在今天帶你來關心的是 在今天本週的節目 本土確診病例還是非常的高 特別是在今天 我們的本土確診病例已經破萬了 疫情高峰還沒來嗎 還會更嚴峻嗎 在今天指揮中心特別強調了 年輕族群的佔比高達25% 怎麼解讀 同時很多人在關心的是 我們整個疫苗政策 是不是荒腔走板 就好像我們九旱逢大禹 本來是很開心 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 但沒有想到一下大禹 還沒多久到處都在淹水 那我們就擔心了 疫苗如果陸陸續來了之後 我們現在荒腔走板的疫苗政策 有沒有可能到時候 仍然是一團亂呢 歡迎光臨介紹 來這邊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台大公衛學院教授 陳秀希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書文4.0來了 但是北市遊覽車公衛說 一樣要倒了 邀請到公衛副理師長 許融洪 觀眾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邀請到重症專科主治醫師 許富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財營專家 賴先生憲哥 觀眾大家好 請到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資源媒體人康蘭俊 觀眾大家好 同時稍後為您連線的是 北市產檢工會總幹事陳淑倫 淑倫 大家好 好 再來談談 很多勞工說我們是三不管地帶 沒有人管我們好可憐 我們也領不到任何紓困 不過我們回到疫苗 日本疫苗在今天下午兩點鐘 終於來了 那這次日本政府提供臺灣124萬劑的AZ COVID-19的疫苗 所以相關的技術性的資料 都已經檢驗檢查過 那增加就是相關的一些我們需要檢驗的 相關的品質跟安全性 它的效期還算長 效期還算長應該有到10月去了 10月14日 124萬劑雖然是我們這幾波來可以就是說 最大的一批 日本也展現了它有情有意的一面 我們非常感謝 台湾に提供されるワクチンを積んだ航空機 は正午前、成田空港から台湾に向けて出発しました 5分成田空港初のJAL便でよろしいのかどうか 確認をお願い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 台湾との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や友情 こういったものも踏まれたですね 今回の提供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好 真的要跟我們的日本好朋友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不過據說這一次是淘太郎的報恩 而且我跟你講其實在今天網路上面 有兩三萬人根本不追距你知道 都在追我手上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 你在網路上面可以找得到的 我跟你講這歷史性的一刻為什麼 因為這個日本載著疫苗的班機 就這樣飛到了台灣 當然有人就講說 你這個日本刻意選的這個時間點 很有這個感覺上很有意思 6月4號 因為而且你知道嗎 它是JAL809的這個班機 然後到的時間預計本來在下午的 這個所謂的2點40分 那網上網友就講說 我告訴你 這個網路上立刻做了這個圖 他說什麼89 就是1989年的6月4號天安門 而且所謂的2點40分 是你可以看到這之前媒體的報道說什麼 凌晨2點40分就是這個天安門事件 最被值得紀念的一刻 那是不是時間這麼好 我後來提早到 對 提早到了 當然 所以我就講就說 那代表什麼你知道 民眾真的非常非常的 這個關心這一切 因為你剛才說的 我們之前疫苗都拿到多少 十幾萬 二十幾萬 孝綺也說不知道 很多都很短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提到報恩的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看起來 確實日本政府放出這個訊息的時候 這裡面中間經過很多的折衝你知道 那一個說法是說 在今年的這個 就5月24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 美國代理的駐日大使叫做揚州 他去了謝長廷的這個官邸裡面去 那去謝長廷的官邸裡面 其實在場裡面還有一個人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這個顧問 他也在現場 那結果他們三個人 在裡面這個聊天的時候 其實有講到一件事 因為日本在疫苗這件事 他們也是超前部署 所以他們其實有買莫德納 也有買輝瑞 買了非常多 劑量多到那一些東西 已經足夠他日本國民施打 結果就裡面有提到說 他們也跟AZ下了訂單 有1億2000萬劑 那一批沒有在公費施打的名單裡面 結果在提這個過程當中 我剛剛講安倍晉三那個顧問 他就講了一句 他說外界好像有一些聲音說 這些疫苗現在台灣疫情很嚴重 那是不是也有可能給台灣一些幫助 那據說這個美國代理 駐日大使叫揚州 那時候聽到他說一句話 你知道嗎 他說這是好主義 那你想想看代表 可是美日雙方在這件事情上面 可能初步達成了一個想法是 大家都覺得可以你知道 那問題就來了 你要講到可以的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人去推動 那這個推動的過程當中 據說他這個顧問回去之後 就跟安倍晉三講說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有講到這件事情 你覺得怎麼樣 安倍晉三跟他說這個可以 可以去做 那你想想看 如果安倍晉三這時候一下來了之後 就代表包含到什麼你知道 日本的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 跟他的菅義偉 就他現在的首相 大家都談完之後 就覺得說這件事情可以做 就開始下去了 所以包含到他的內閣官房長官 加成盛信 因為這裡面你有機會 飛機要協調 你的冷鏈過來之後 你要怎麼冷藏 你看這次 日本做到什麼程度 日本做到連這個飛機運送 或是錢也沒在台灣村 人家一開始的時候 傳說是120萬劑 後來發現124萬 為什麼加4萬 因為他搶口打開 我們現在多少東西都給你了 他們手上再小的通通給我們 所以為什麼多了一個4萬劑是這樣 本來是120萬 他加4萬 他也沒說我可以放起來 還有另外 據說後面還會陸陸續給我們 我們最多有可能到1000萬劑 可能到1000萬劑 那我剛剛講 因為日本他其實現在AZ的部分 他有1億2000萬劑 那1億2000萬劑來講 他現在第一批的120萬劑給你 那他還有跟AZ還有其他的東西 所以他在合約的部分 講真的日本這一次真的是 做足了很多很多東西 給到台灣這裡來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日本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也計算過 你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一開始是怎麼報出來的 產經新聞 產經新聞先報 後來NHK在報的時候 我跟你講日本人其實他也知道 我現在也是要選舉 我也要看一下這個風箱 一丟出來的時候 大家反應怎麼樣 第一個反應是看中國大陸的反應 因為最近大家都說 中國大陸在這件事情 你們不要以異謀獨 你們不要跟台灣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看中國大陸的官方反應 可是日本更在乎的是什麼 你知道日本國內民眾的反應 他還要選舉 如果他今天這個東西一放出來之後 日本民眾不支持 不同意的話 我跟你講他要幹嘛 結果後來發現他們在網站上面的留言 日本的民眾去留言的 有超過九成都支持說 你如果疫苗要給台灣 趕快過去 趕快送 有多少給多少 所以日本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他完全 你看喔 從昨天這個NHK 他後來還有產經新聞 把這個訊息放出來 昨天還在講說最快4號可以到 今天早上東西就像了飛機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一批裡面 124萬機到了對不對 大家還在想什麼 還在等一個美國的 因為美國他後來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他也宣佈 他講說他有2500萬機的部分 要分給亞洲這些周邊的國家 那其中有1900萬機要透過COVAX 後來今天大概確定的部分 他有700萬機要給亞洲 那我們現在就回來看 但是我們是要在COVAX裡頭分 對不對 像韓國他是直接給他 我跟你講這有差點 你為什麼不能直接給我們 因為 我們還會去COVAX分 我們不知道分多少 我跟你講 你如果真的要分 你分多少 為什麼他要人口比例 因為這個分的這個國家 他真的好他就直接指定 對不對 指定受益人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講 這個前面的那一段的問題 就在於哪裡你知道 日本在做這件決定說 OK我要把這個所謂的124萬劑 最多可能到1000萬劑給他的時候 但是我剛才講 有一個美國人在這裡面 有一個美國人的角色在那裡 揚州 揚州的這個角色 他是不是也代表說 美方在這件事情 因為為什麼 你如果要大家去等美國 COVAX 你台灣要等到民國幾年 你分多少 我日本這段不用跟他一起 今天美國給韓國的交聲 今天就到了韓國了 對 所以如果是採用像 日本給我們的這種模式 那就很快 你要透過COVAX 第一個很慢 第二個數量多少不知道 我說說比較倍 我們政府就說了 我們政府自己下單的東西 當時會搞就不知道 民間的部分也都說什麼 只有政府對政府 所以你看現在透過國家 給國家的方式 確實是我們台灣要拿到疫苗裡面 最快的一個途徑 好 但據說這一次能夠順利拿到 日本送給我們的AZ疫苗 誰出了不少例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除了安倍晉三 除了揚州跟我們謝長廷的 那一場參會之外 據說邱毅仁賴清德 都出了不少例 所以謝金河說 這場疫苗大戰背後 大概是千絲萬縷 但我們回來談 現在最多的就是AZ 莫德納即便到了 到現在還沒開打 要再檢查 這就問一下修希教授 是 很多人在問 我還要等莫德納嗎 還是我就乾脆打AZ好了 那打AZ之後 如果莫德納到了 我能不能混打 是 我想大家對AZ也要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英國打了AZ之後 你看英國的疫情 就掉到控制的範圍 不是沒信心 是因為前兩天才一個 三十歲的男子 因為血栓嘛 所以大家怕得要死 是 想打又怕受傷害 是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來看 就是說 對於AZ來講 AZ本身它對於重症 跟後面的住院的減少 是有非常重要的 你看那預防住院可以 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圖怎麼解 好 你看這個是我們 我們一般來講的三期臨床試驗 那你AZ本身你看 它預防有症狀 沒有像莫德納這麼好 低劑量跟這一般劑量 都有六十到八十 但是它預防住院 住院為什麼住院 我想大家都知道重症 對 所以預防住院百分之百 所以為什麼今天AZ會 對於所謂的這個重症 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那所以英國也曾經做過 老人打AZ 這個年輕人打這個輝瑞 在蘇格蘭做得非常成功 除了你看到的 等一下看到西班牙 所以據說呢 AZ比較不適合年輕人打 但年長者是OK的 因為年長者他會輕度到重症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們今天很多年長者重症 然後掛掉 這個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AZ對於這個重症防止 所以我今天問了我製作人 一個問題 他說沒辦法回答 我說呢 那我要去打AZ嗎 我算老人還是算年輕人 管理一定要打 因為現在有疫苗 那你意思是說我算老人 我沒有說 我算年輕人 我不可以打 我沒有說你算老人 不過我跟你說 現在疫苗 老實講 我剛才是怎麼說英國 對個人而言 當然會有不良反應 對不對 但是對族群來看的時候 它至少可以保護到70%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它百分之百預防住院 它可以降低88%的住院風險 這很重要 對 好 那另外這個圖呢 另外這個圖 AZ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對疫苗了解 今天全世界疫苗 為什麼發展這麼快 我們看疫苗以前都要做15年 你看這AZ 這疫苗就是一年才做出來的 不要忘掉 這AZ的疫苗 都是在這個以前 要對付伊波拉的疫苗 其他之變 像MRNA疫苗也是一樣 那是為了 比爾蓋斯在發表 為了癌症的疫苗 所以這個核酸疫苗 它是有歷史的 所以它是背後一堆人的貢獻 所以產生AZ疫苗 但是人類 為什麼一定要打兩劑 因為這些疫苗 人類從來沒有遇過 麻煩的疫苗 AZ 因為這是黑猩猩 拿出來的病毒 核酸 病毒解出來的核酸 這些都是第一次有到的 對 所以我們的免疫反應 一定要先有到一次 第二次 抗體才會增強 這就是我們的免疫原理 我們要修正一條 我們要對它了解 所以它有一個間隔 你看這個間隔 相對的就落下了 你看疫苗是怎樣 所以要間隔多一點才會上來 所以這為什麼 為例建議你至少八週 但是十二週是最好 所以不能隔太短 不能隔太短 隔長一點不要緊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打了第一劑之後 當血當打第二劑 也不能太長 也不能太長 因為萬一長一點 它的免疫力失效之後 遇到感染又被感染了 所以也不能拖得太長 八週最好 你總不能拖一年吧 所以這個時候 它是間隔六週以下不好 建議八週 八週是最好 對 八週到十二週都可以 那第二個問題 是 可不可以混打莫德納 因為大部分人 還是喜歡莫德納 但是在沒有莫德納的情況之下 第一劑先打AZ 第二劑再來打莫德納可不可以 我覺得我剛才已經回答你 其實為什麼混打很好 因為你想想看 混打 我剛剛講 現在研究者都在講 因為我們知道 你現在輝瑞 為什麼一定要打兩劑 一樣 NmN的疫苗 都是人類第一次遇到 對 打一次剛開始都不認識 但是不一樣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你病毒跟核酸 這都一樣 即使核酸 把病毒拖去它的外殼 就是核酸 所以換句話講說 我們都是第一次遇到 所以你第一次打AZ 為什麼只有五十% 因為你不認識它 所以你一定要打了第一劑之後 到第二劑你才認識它 所以到第二劑 不良反應反而會發燒比較增加 所以第二劑不管是配輝瑞 還是配莫德納 都可以 你的觀念是有夠正確的 所以他打了之後 因為他先打AZ 先讓他認識之後 他就會 再遇到輝瑞的時候 他的抗體 產生的量就會增加 那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就是 免疫學叫做 第一劑或第二劑 你第一次反應 不夠那麼強 但是你第二次還來的時候 我跟你說 他就起來了 所以我們的疫苗是怎麼 打下去都有效 就有效就是這樣 因為第一次你滷到 你滷到病毒 第二次你滷到疫苗的時候 他就整個又起來 這就是 免疫學最基本的原理 所以這是有道理 但是他都反而有副作用 所以他在怕說 打人兩個打下去 不一樣是不是 有副作用 因為我們知道 人也這樣疫苗 也不是大家都一樣 Modella跟這個 輝瑞是不一樣 輝瑞也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輝瑞跟Modella 中間還有一個 集合體的穩定性 因為人也很不穩定 一聲就 一聲就 一聲遇到什麼條件 就不穩定 所以人類 所以加入很多 很多不同的 這個集合體去穩定 所以有些時候 他怕會有副作用 但是你會用很少啊 才1.7% 對 所以後來 老師是AZ配AZ比較好 還是AZ配輝瑞比較好 還是AZ配莫德曼比較好 還是AZ配莫德曼比較好 我跟你說 你現在在台灣的劇場 有打就很好 有打就不錯 我告訴你 有打下去 那你民生不再起來 我們現在這樣放到這樣 你現在又放下去 七隻都不敢 對 又在打開 對 就是這樣 謝謝 好 我們來問 中國說 中國有一家企業說 那我們也來捐 日本捐 我們也來捐 我們收不收呢 現在的疫苗進口 都一定是用EUA進口 因為所有的疫苗 都還沒有正式的一個藥證 好 這裡面相關的文件 其實最重要就是 那要看說 到底那個 有沒有真正的貨品 有一個原廠會供貨的 一個確認文件 那至於剛才你講到 就是說 紅海要進這個我相關的文件 他們是比較齊全 那麼也願意在上面幫他予以協助 也有這樣的一個 可能的一個結果出來 不過在我知道 事實上有困難也很多了 很多的程序 很多的東西 沒有人要為難這個事情 但第一個 如果是 自產地製造廠在中國 那現在以法律是沒有辦法進來 那如果不是 那就提出要提供的 什麼樣的一個廠牌 那原廠會如期如資 供貨的一個確認這文件 那我們來確認 中國企業要捐 行不行 那你可能會說 我不敢打中國疫苗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也要捐BNT喔 BNT等一下捐兩百萬劑喔 我們收不收 現在有一家叫 武漢康氧科技投資中心 那台灣有辦公室 叫陳玉 他說這個公司 是台灣人組成的 所以公司是中國公司 但是老闆是台灣人 是台灣人 他說要捐 三百萬的國藥 捐兩百萬的BNT 那三百萬國藥 坦白講不符合我們的藥事法令 因為那個含有道路 沒關係 我們要BNT就好 因為大陸的動物血清 我們現在不禁止進口 所以不能用 好 那BNT還有兩百萬 他就說 那你提出八大條件 那我們全部配合 請你衛福部派員來輔導我們 他說 產品的說明書 供貨的騎乘 藥品的時效 你說什麼 我們就給你什麼 這樣 配合度這麼高了 我們還能不收嗎 這就是有什麼 現在這個球 我看阿中接得不知道是應該 接住還是不接住 這就是有一點 要跟你滾 你到底說原廠授權書 你記的是哪一個文件 阿中有解釋過 他說我們擔心你是假貨 我們擔心你是不是真貨 是授權書也好 是委託書也好 是保證書 可是你要證明是真的就可以了 對 那我問一件事 那為什麼不能事後再來驗 就是說為什麼要卡在前面 你也可以買進來 那不是我們出錢 說實在 我當然 郭台銘這麼好賣 對不對 中國企業人 陳玉瑩要出錢 不是我們出錢 他們去買來 沒關係 我們問 我們批號會問 原廠說來 這個ABCD EFG 這個是真的假 我們再問 我告訴你 如果是買賣合約 因為政府要編預算 所以你要確定 數量到供給的騎乘 這比較合理 對 人不是要買離 人是要關離 政府只要保證說有副作用 我處理就好了 其實為什麼國際藥廠 希望政府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說通常都簽三方合約 目的是因為他還沒有拿到藥證 他是緊急受訊 對 所以如果有副作用 任何問題 政府要打起來 只要政府說好 我打起來 其他都不是問題 我們台灣事實上有 你如果煩惱他是嫁 他煩惱他是嫁 你才嫌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法律的制度 事實上是疫苗 就是要害的救濟制度 我們是德國跟日本式的 那個叫做過失一律賠償 無過失賠償 那個跟英國美國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是有保證的 訴訟是沒有問題的 政府會承擔責任 你如果只擔心針腳 我覺得一直糾結在針腳 這件事上 讓疫苗沒有辦法進來 我覺得是有狗狗 阿公 所有的政府一定要出面 政府要有 三方合約 一定要有條件授權 讓人家去談 他就做保證人 就對了 是嘛 賠償啦 我們現在去銀行借錢 阿亮來給我賠償的概念 如果 如果像綠營所說的 所有的國際藥廠 都只能跟政府對口 那你幹嘛開放民間可以來買 是啊 那你幹嘛還要提八大藥界 你既然說民間可以來 你提八大藥界 那你又說 只能跟政府對口 那你不是矛盾嗎 這兩個邏輯矛盾 不 而且今天日本 這120萬金 真的會嫁 他有沒有八大 八項文件 他有沒有原廠的授權書 日本就可以了 你都認真說那些是真的 為什麼 阿官還是郭台銘官就嫁 沒有啦 不一樣 因為這是日本政府 沒有啦 一樣 不是啦 你跟日本政府也一樣 你怎麼怕死 阿公當然我們比較注意就沒關係 沒有啦 不是 你如果今天他要照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的陳時中 你整個地方 你日本你也要讓我看 你到底是民間裡 我也怕你嫁的 我不是太平衡了 因為是阿公官的 對 我們當然比較注意一下 這是運動的 是 沒有 我們是阿公的運廟 你怎麼做 但是我們可以嫁 我們可以問 原廠 原廠的公司很大金 不能問我 這個時候沒有嫁 我自己說我今天去買一個素食麵 我如果懷疑是嫁 我都在咖啡店 沒有啦 憲哥 憲哥真的有嫁 因為韓國那個大丘 來來來 就有輝瑞哥 是 其實這樣 事前檢 事前審查跟事後檢驗 我們為什麼不能採取事後檢驗 其實疫苗還是有它的安全性 那你事先你要進來之前 其實你去申請任何民間的EUA 你去申請的時候 你這批貨要進來 那你就要告訴我說 你是哪些批號哪些產品的症 那現在這一件事情看起來 就比前幾天這個 當然 中國這邊談這件事情 可能政治上面達到政治目的 不過好幾層 那沒關係 今天看起來比較像樣 什麼比較像樣 其實我們這幾天也透過了 就是我們自己醫藥界的人脈 去詢問大便那些藥廠 他們也講明了 講明了現在他們沒有大陸分裝 都是德國原廠 那沒有特別文件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那裡 還沒有許可證下來 這是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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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直接 我們確認了一下 複星今年沒有大陸分裝的疫苗 全部都是德國原廠 也不會有任何特別的證書 那就是醫療相關資質和產品證 都是有的 複星那款大陸產的疫苗 預估到明年才上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大陸製的 是這是台灣 這是大陸的藥廠的那種 就是國際藥廠的CEO幫我們去確認 所以這件事情看起來 其實大陸我其實要佩服一下 我要佩服複星 為什麼要佩服複星 非常遠見也有財力 那甚至還有背後的支持 他們可以在這麼早期 就去談下這個這麼好的疫苗的代理權 那代理權就這整個概念 其實台灣很多的藥物都是總公司 都是歸於Asia 這種問題我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 所以既然歸Asia 那佩服複星掌握了這個大陸BNT 德國BNT疫苗 歸Asia的代理權 那他就來談 其實是歸中國 歸中國 不好意思歸中國 那其實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這個疫苗是怎樣 這個疫苗從去年12月 就開始得到EUA 到5月10號它緊急美國 緊急醫療授權的這個範圍 都還在擴大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佩服複星是很有遠見的 只可惜大陸可能有其他的 只可惜多了上海兩個字 我覺得是中國的指標症 還沒有批下來最可惜 這就是意識形態擺在人民之前 這就是死到有不死病毒的概念 我幫我補充一下 你想蔡丁貴的事件不就這樣嗎 沒有 蔡丁貴太狠了 因為他就在鼓勵說 我們只是台灣獨立的 就要去接種國產疫苗 大家都去試打做第三期 叫人去試打 這叫他自己火月煮兩隻煮了 他自己早去美國煮火月 說叫別人去死 這不是把意識形態 擺在人命之前嗎 好 我們來聽柯兵怎麼說 柯兵好像蠻遠見的 據說兩年前就說他是騙子 藍營糾團去總統府抗疫沒有疫苗 請問市長怎麼看 也會表達抗疫嗎 去總統府抗疫 如果有疫苗我就會去 如果去也沒有疫苗可以拿 那就算了 全家都移民紐西蘭 每天在台灣辦過晚餐而已 我看的時候 我們台中的晚餐都有看的 那些反愛台灣的 兒子孫子全部在 那些搞台獨的兒子孫子 全部躲在美國 躲在紐西蘭就這樣 好 我要修正一下 柯兵不是說蔡丁貴是騙 他說有一群人 他們嘴巴說愛台灣 但是手上拿美國護照的 美國綠卡的 這一種人是騙子 那是不是蔡丁貴這一種人 也不能一概而論 對 觀眾朋友也去想 但我們回來講 這一次的疫苗政策荒腔走板 讓英政府的民調崩盤勢下滑 今天美麗島民調公佈 那小英是連任以後 第一次跌破50了 48.9 上個月是56 那美麗島民調相對於其他民調 我們那個取樣是比較周延 所以小英向來是 就是在這個水位上 都是超過50的 是 你如果看藍營做的 還是我們尤教授做的 那都更低 更低 所以這個確實是一個警訊 其中最重要就是防疫 防疫的總體分數變成59.2 那就不及格了 第一次不及格 而且總體認為決策太慢了 大概有61點多 這頁因為美麗島有做 G1 G2 G3 這三個就比較偏藍的 中間這三個是中間選民 然後這個是偏綠的 這個是偏綠的 這個是偏綠的 這個是深綠 這個叫做說 你認為BNT應該要比照AZ跟莫德拉 做緊急授權 深綠的也認為是59.2 那將近六成 是啊 總體 深綠六成都覺得 總體是81% 就是說台灣老百姓認為 應該要給BNT緊急授權 比例高少81% 綠的裡面我們這三個 平均是73 所以這幾乎是共識了 幾乎是共識了 好 所以日本的AZ疫苗 終於到台灣了 疫苗荒什麼時候才能夠有解呢 而紓困4.0也來了 餓死這件事要有救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紓困4.0 一公佈之後想不到 罵聲不斷 周小七也說還是會倒啦 沒倒啦 有很多老公說 娘沒有啦 有錄音樂者說 杯水車薪啊 一樣會把他倒倒 來問一下徐大哥 聽說你們不斷向 公路總局反應 向主管機關反應 但是不理你們 是啊 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把我們這個產業 遊覽車的產業的困境 跟實質需要的幫助 把它公衛全聯會把它做一些 數項整理 交給我們的主管機關 去做一個反應 但是我們的公路總局 它是完全無動於衝 我們也不曉得說 它到底在想的是什麼 盤算的是什麼 搞補貼差不多 我問一下 這次的紓困為什麼 你們反應說比去年還少 比去年還少嗎 那今年應該是比去年嚴重 對不對 今年絕對比去年更嚴重 但是比去年補貼少嗎 如果以數字上看起來 以現在看到的說 好像今年就是多了一個 遊覽車的營運補貼的1萬塊 但實際上你把領到的錢 把它加上它現在所頒布的紓困 我們反而是更嚴重 因為我們在去年的補助是 駕駛員補助1萬塊3個月 也補貼了免徵燃牌稅 但是今年它是多了一個 它今年是變成說補助駕駛員薪資 補助車輛營運損失1萬 一台車 但是它燃料稅牌照稅 它沒有免徵 稅金它沒有免徵 對 它稅金沒有免徵 它稅金跟飯店一樣 古年飯店它有補貼地價稅 所以古年飯店可以領兩條 一條是員工薪資補貼 一條是地價稅補貼 今年只能領一條 所以比較起來 今年領的確實比去年少 這樣就不利了 反而是更嚴重 今年比較嚴重 我今年是多領你3萬 你表面上給我多3萬的補貼 但是你從牌照燃料給我拿 比較要6萬回去 你我車停在那邊沒有在燃營 我一年要給我6萬 你給我3萬而已 你給我倒加 你不如你不要給我 你給我免徵燃牌 我不是倒好 說實在我們都做到要倒大 政府還給我們扣稅金是不利 他這個也 稅金跟全稅金 他的營業稅是歸我公司 繳營業稅 是我的車輛不管有沒有動 我就是要繳牌照稅燃料稅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都做到要倒大 他又給我們扣這種稅金 就不利了 而且我們去力爭說 你今天你應該給我免徵燃牌稅 這個是有理的 就是說是你政府頒布叫群眾不能群聚 10個人外出不能10個人以上 你也要求所有宮廟不能去掛香 建香 你也把學生團體 所有都把它擋下來 我們是為了我們台灣的防疫 在作為打拚 是啊 我們搖拌是為了大家在打拚 你政府怎麼可能不幫我們照顧 是啊 其實據我所知 其實我們講公道話是說 今天應該要感謝的是交通部的部長 現在新任這個王部長 還有現在新任的這個政務次長 陳廉博次長 他們兩個真的是對我們運輸業是很熟悉 所以他們下達下來的命令是說 車輛的營業損失你要去做補貼 所以這樣公路總局才有一個依據去做 但是我們現在最麻煩的是 我碰到的我們公路總局現在最大的主管是局長 結果這個局長他不是運輸的 他是交通部的工程的 所以就是公路總局那個局長的夭壽就對了 是嘛 因為問題就出在他那裡 因為他對我運輸不了解 我們還要說他的名字 應該大家都查得到吧 這個局長 而且最麻煩是這樣 據我所知 他又三個月要退休 他現在當上局長 他既然三個月要退休 他怎麼會做一些好財 不清楚 因為我們全聯會一直跟他反應 這個燃排稅的問題 還有他更好笑的是 你今天補貼我駕駛員薪資 我走行完勞資糾紛 第一他一直跟駕駛員講說 這是政府補給你的 我們現在面臨兩個勞方的抗議了 內勤人員他說 那你們公司的事我沒有報理 駕駛員也我公司的 但是他說我直接報理駕駛員 你公司要把我背書 不可以裁員不可以減薪 不可以減薪 相機都沒有照算 駕駛有照多錢了 這樣就無理了 所以被工作總是搞得 我們現在全部亂掉了 哪有可能我們說駕駛以前 還有多少 他現在都不用來上班 因為不用出門 但是你又要我寫切結書 你把錢是直接撥給司機駕駛的 你又要我公司蓋大小章 確決說不得裁員不得減薪 我就覺得很奇怪 現在駕駛就拿回來說 人家說你不可以給我裁員 你不可以給我減薪 你還給我減薪 帶我去勞工局來舉辦 勞工局來就叫我錢給他 不然他來給你勞動檢查 搞得現在 那你叫現在的行程好了 現在是遊覽車 我沒有行程 他直接把錢給他輸 他直接撥錢給駕駛員 現在告訴我 老闆我這個月的薪水 他拔他 我怎麼還他 我們還要切結 不得捲薪不得財 所以我是覺得方昌左板 我們的紓困是要預防倒閉潮 是啊 我們這樣可以預防倒閉潮嗎 但是勞工有話要說 我們現在為你視訊連線熟人 熟人 那勞工為什麼也覺得 為什麼 對我可以體諒就是說 業主老闆也都很辛苦 那不過我接著還是要從勞工的角度來講 那其實簡單講 國發會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在受衝擊的行業 比如說商業服務業 50%了這個呢 國發經濟部補給你 然後你如果經濟部拿不到的 勞動部也會補給你 然後你勞動部也拿不到 衛部會補給你 對他的意思說 你一定都拿得到 好那他這樣講 沒有錯 但是後來我們去看 每一個都有門檻 所以如果每一個都有門檻的話 結論就是你每一個都有可能拿不到 那所以最近很多勞工就是不停的打電話問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案 我可不可以用那個方案 然後我們就變成是 那哪些人是三不管地在最後 通通拿不到的 有哪些人有這種情況 我們舉例比如說經濟部的方案 他說衝擊最大的商業服務業 比如餐飲啊 攝影啊 美髮啊 娛樂啊這些 那他有兩種補貼方案 第一種是說 你只要這個業主 掉了五成的業績 那我就補貼你營運補貼 那是按你的員工數 然後補一個人頭算4萬 那我請10個勞工 我是不是就會拿到經濟部給我40萬 可是這個40萬不是給員工的 因為他是營運補貼 他是要補這個業主 房租水電人士 食材等等所有成本 全部算用這40萬補你 所以這個40萬是給老闆的 老闆會不會再給員工 不知道也沒有規定 那第二種他講說 如果是中央政府叫你停業的 那這樣子我經濟部補給你的 你是要補給員工沒有錯 好員工要拿薪資補貼3萬 這個有明定是薪資 4萬 對不起 可是 要中央政府叫你停業的 那如果是 地方政府 因為我們現在每個地方的首長 都有很多的超前部署 這個桃園說美甲美容通通都要關掉 然後呢 侯市長說非民生必須最好通通都關掉 那可是這些被地方政府命停業的 他的員工是拿不到中央政府 所謂的薪資補貼3萬4萬 那更何況很多行業他其實不是員工 比如說像健身房的教練 健身房我們有補助這個業主 但是他的教練不是他的受僱員工 他也會拿不到 那比如說我如果是part time的pt的 因為經濟部補的是全職的員工 所以pt他沒有算 那part time的人員呢 經濟部的方案裡面也沒有說會給你 那這樣我們就說那你去走勞動部啊 勞動部有安心就業啊 可是勞動部的安心就業要 減班休息30天以上 要簽協議書 要報勞工局主管機關 那因為這次疫情就是如院長說的 來的又急又快 所以我們的三級是兩週兩週這樣來 就是比如雙北515 然後再來就到528 528之後又延到614 614之後我們也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延到這個630 可是因為你是兩週兩週兩週 所以雇主不會一次跟你簽30天或30天以上的減班休息 那既然雇主沒跟你簽 你也拿不到 就是勞動部給你的安心就業 而且這個是要雇主去報是不是 當然這還得要 雇主沒有去申報我也拿不到 沒有錯 所以現在無薪假的被放無薪假 防疫隔離假 防疫什麼各式各樣 會說叫你先用自駕特休假病假 緩證這一類的 其實就算之後你要去追溯也不可以 因為主管機管有說 一定要從簽協議書之後才開始算 你不能把之前的通通灌進來 那我怎麼知道我之後會不會平夜30天啊 沒有所以因為勞動部 因為你只有到614啊 對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 就是說它這個是舊品炒裝新酒 事實上是舊菜蟲炒啦 就是沒有公佈新的 針對受僱者無薪假的勞工 他沒有 而且去年至少是比如說航空業 我是可以預期我真的有一段時間會很不好 或者是旅遊業 我會預計我有一段時間很不好 可是我們現在對疫情是 每天每天都在變化 但是我說真的 我可不可以打給他 今年 今年航空業跟海運業絕對不能補了 今年他們賺翻了好不好 我們的主管機關還用去年的腦袋 還Copy去年的辦法 拜託你去Google一下 這個公司現在生理好得驚死人 現在紀表一丟二十四萬人 大家想要 海運業 今年大家都百多塊 不可以再補助 拜託 說到防疫亂象 現在竟然有黑市的疫苗 是 其實有幾個 其實在前陣子 大概疫情還沒起來的時候 就有從國外引進了一些 就自己帶一些這種冷藏 或者是低溫帶回來的一些疫苗 那其實已經有人在打了 那個時候一劑大概就是五六千 那最後疫情起來 這一陣子大概已經拉到了一萬五 一萬五啊 對 有人願意這樣打 總比坐個機票連二四萬去打 可是是一劑一萬五還是兩劑 一劑一劑 這幾乎已經打完 而且這個現在幾乎沒有這樣的市場 那從新華來講 這個疫苗哪裡有可能 還有其他莫名其妙的黑市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疫苗一頻 一頻大概可以打十個人 可是其實上一週媒體在追問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打得比照冊的還多 因為其實大家大概可以抽出來 十一到十二個人 而且台灣醫護人員特別的節省 用那個針慢慢細細的去抽啊 好好抽把每個周邊疫苗抽 這缺的就對了 那可以缺的 可以收到十一到十二 所以我照冊十個人 那多打兩個 多打一兩個 那照名單打多打一兩個 那今天打完怎麼辦 可能就變成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如果到醫院打 像剛剛那樣的特權 那還算安全 可是萬一這些包裝 留到黑市 對 留到黑市 阿嫂阿姨把這些 疫苗的空罐拿出去 然後呢 剩餘的 剩餘的拿出去 那這沒有冷藏 沒有冷藏 沒有妥善的運輸 你真的拿這個疫苗 疫去打 我們還覺得比較危險 如果你拿生理時間的水打 我們覺得還比較安全一些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空間 但是怎麼樣有辦法 善心的把這個空間 譬如說真的擴大這個量 我們好好的抽這個藥 那就讓它變成 10劑變成11劑12劑 那可以讓更多 擴大應該施打的範圍 還是變成一個特權 甚至流入了黑市 那我覺得這都是要 妥善處理的問題 我們還是回到疫情 謝謝老師 我們的疫情看起來沒有趨緩 其實我們其實疫情整體看起來 全國是有趨緩 但是台北有趨緩 但新北現在目前 還沒有趨緩 還沒有趨緩 不過我們要提醒 新北的疫情是往台北一個禮拜 還要再給它觀察一個禮拜 所以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是我們都是小群劑感染 因為你看到 大流行大概不會產生這樣 但是我們都是小群劑感染 那謝謝老師 什麼時候才會趨緩你看 好 那你看這就是我們要把 全國民眾來包括所有 今天人的犧牲講話 你看我們的NPI 70你看慢慢的 跟75一直升高 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目前 在台北市差不多已經80 在新北市差不多到75 這是什麼意思嗎 這就是我們三級警戒已經做到80了 但是80 這隻病毒實在太厲害 如果過去武漢鹽化豬的病毒 這80帶就已經沒有 都漸漸都不去 但是現在這個病毒 你看它還有1.28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90 比較有可能 那做到90 是要做到90 是要停班嗎還是 就是要很嚴 不一定要停班 但很嚴就是 大家穿起的時候 口罩要大 在家裡也要做口罩 對啦 你口罩要90% 那家裡大口罩 是可能比較困難 不過你製造通風要通風 那你口罩 你口罩沒辦法大 你社交際理要稍微做一下 這就是沒辦法 尤其是如果有病例 有確診病例 你不要想說你家裡 確診病例 他隔離 你這些人都沒有事 我跟妳說 這就是今天這裡有感染 因為他確診病例 頭前一定感染給你 阿冠 加叔你們來 你不能說是我好不好 不是 你不要怕 但是你當然 我沒有幫你唱衰 不過你要注意就是說 因為確診病例之前 他就感染給他 所以這些人最好 要去做快篩 所以你不能想說 你不能想說 那些人…不是那些人嗎 那些人… 所以你看 新北市 就比台北市更嚴重一點 你看他做到75 是 1.45 所以你看要到… 當時啦 我跟你說啦 大流行不流行 就是情境感染 情境感染 大家不要太擔心 因為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要是 六一四會接受嗎 所以啊 我們不能再接受 我們差不多做到這裡 已經很忙 民生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這個小流行 大家不要想說 什麼病例說 都要臨個案 我們就是說 如果有個案出來 我們就要做小型的 接觸者調查 要做快篩 讓他不要去社區傳染 這樣 這就是我們未來 我們可能會怕的地方 所以這樣民生 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你 我是很不贊成 三個要去四個 你不贊成 對 我不贊成 我們會把這個 文化的經驗給我看到 你不知道今天的文化 已經降到小於 小於一百甚至於五十 萬化地區喔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建議館的所在 有那麼多動作這個疫情 這是在過外 你才是在過外 一聲就 兩千三千去 我們很乖 所以我們有這個經驗 我們為什麼要去申告市集 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對明星來說 我們不用煩惱 不過小心情緒感染 像妳會怕嘛 妳會說 妳會說 我會靠近妳就退後 妳會說 妳絕對不是妳嘛 當然妳沒得到 妳口罩常常都大 所以 但是我們交互感染 真的也要小心 最近也有打麻糬感染的 我都沒有打麻糬感染 所以啊 所以情緒感染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你都把他送到家裡有什麼好 他就輸的嘛 你打麻糬 打麻糬要戴口罩 打麻糬要戴口罩 接觸傳染 所以這個 老師我真的都沒有 我們下一階段 我們下一階段就是 我們這樣送到這樣 可以了 但是我們就是 小情緒感染 好 唯獨 謝謝